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谈一下中国内面的物价 这两天跟老百姓最直接关系的食品价格开始了一个新的变化 主要是这个蔬菜的价格直线往上翻 现在有的地区这个价格一斤都在十块钱左右了 这个蔬菜价格就太贵了 可以说是超过了猪肉价格 然后它分不同的地区 很多地区白萝卜的价格都在五块钱左右 有的地方达到了七八块 好像这个全国菠菜的价格都在六七块钱 所以这个蔬菜价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国的猪肉价格呢 终于掉下来了 都在十块钱左右徘徊 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菜价比这个肉价还要贵 所以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就在这种苦难中徘徊 去年呢是吃不起肉 去年那个肉呢涨到一斤猪肉四十块钱左右 贵的地方呢达到了六七十块钱 普通的老百姓那真是吃不起肉 今年呢肉价好不容易跌下来了 现在这个蔬菜价格又起来了 这怎么办呢 现在还有国内的人调侃了 就说去年吃不起肉我们吃蔬菜 今天蔬菜贵了我们吃肉 所以他们还在给自己宽心 那我就想那假如说猪肉价格也涨起来 对不对 你想那些肉贵的吃菜菜贵的吃肉 那如果这两个都不能调节了呢 肉跟蔬菜都贵了 那你吃啥呢 难道说你吃西北风呢 对不对 那你要想这些东西都贵了 难道说粮价不会涨起来吗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涨起来了 那老百姓你咋过日子呢 所以啊 这个时候老百姓要有一个高度的警惕的心理 而不能抱着这种调侃的态度 或者觉得这个事情啊 就是一个短期的 很快就会过去了 我大不了最近不吃蔬菜 你抱着这种态度 真是纵容了中共政府 我有时间就觉得啊 中国这个政府啊 也是让这个老百姓给灌出来的 有什么事情呢 先自己扛着 扛不住呢 然后他政府跟前去下跪 祈求政府给点什么东西 所以啊 我觉得美国人讲的那句谓言特别对 就是这个自由不是免费的 对吧 你要争取 我可能举的这个例子有点极端 假如说全国由于这个宅基地的纠纷 多出一些像欧金中这样的人 那宅基地还有纠纷吗 对不对 地方上的这帮黑恶势力还能存在吗 正是因为老百姓太好欺负了 才让这些黑恶势力做强做大了嘛 对不对 本来这些黑恶势力是一小撮人嘛 毕竟是老实人跟善良的人占大多数嘛 但是大家都不发声 反而让那一部分的恶人 那部分的坏人 控制了国家的资源 拿着手中的权力欺负这些老实人 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我看到这个参加涨了以后呢 我就上网去看这方面的资料 然后呢 这个专家呢 又举了很多理由呀 说这个天气下雨 说什么地方遭灾 造成了这个供应的短缺 这全都是扯淡的 实际这个情况 我们前一段时间都预见到了 就是你下那盘大气下出来的嘛 你把能源价格给炒起来了 除非是那傻瓜想不到 能源价格起来了 别的生活产品不涨价 是个正常的人 都能想到其中的关联嘛 你吃的东西 是不是需要运输过来 首先这个油价一涨 你这个运输成本就会高嘛 你这个店价一涨 你这个生产成本就会高嘛 你这个仓储成本就会高嘛 那么最后呢 反映到市场的最终的 就是你这个物价要涨 那么作为老百姓来说啊 就是别的生活物品涨 那跟我们关系都不是很大 甚至像我说 你一辆宝马车涨到一千万 那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关系 就是你宝马车十万块钱一辆 那对于那穷人来说 他也买不起 你那个衣服 哪怕翻上两倍的价格 那我一年少穿一两件 也能说的过去 哪怕我风风补补 能遮风避雨就行了 但是你这个食品价格 一旦涨起来以后 这就是事关他的生命呀 那他吃不上饭 那就会出大问题的呀 就会饿死人的呀 那你像那六零年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饭吃就把人饿死了嘛 而且这个时间是非常集中的嘛 所以现在这个老百姓 你要意识到 现在这个物价涨 不是由于正常的供需关系 就是由于这种体制 就是由于这种猪头式的领导人 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所以老百姓你要先意识到 然后你自己呢 先保护好自己 那么在一定的时候呢 对中共那个东西 你不能复合它 再复合它 这个就要出大问题 最终这个灾祸 就会降临到每个老百姓的头上 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啊 就不要掉以轻心 由于中共下这个大旗 前一段时间呢 我在节目里头也说过 就是这个煤炭 跟这个电价的上涨呢 是有国际上面的原因 有这个政策指导的失误 也有地方政府 还有那个反习势力呢 借机扰乱这个市场的倾诉 这几个东西是叠加的 你比方说这个煤炭价格 跟这个电的价格 那就是另外的势力 借着这个电荒来抬高这个价格 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家施压 最后你发开位还是同意了嘛 对不对 现在煤炭价格也放开了嘛 这个电价也要按照市场去走了嘛 这就是人家的一种成功嘛 那么这伙权贵资本 挂分了中国的各行各业 那么能源行业一闹 能源涨价 他们这股政治势力得到了利益 那别的行业 会不会也学这个能源行业呢 对不对 那我觉得现在这次物价涨 我觉得也跟这些有关系吧 能源涨价 紧接着这个运输价格就涨 这个运输价格涨了以后 然后这个大宗的农业商品价格 也跟着去涨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这个蔬菜啊 它这个涨幅大到的多大呢 它不是说是那个田间地头的蔬菜涨了多少 我在网上查了半天啊 现在就是我们拿那个白萝卜来说啊 最低的这个产地价是两毛多钱 然后高的有六毛多钱 平均呢就在四毛多钱 这是田间地头的价格 但是到了超市里头涨了多少呢 涨到了五万钱左右 对不对 贵的六七块便宜的四五块 就成了这样了 中间差了十倍的价格 那么我们看看物流成本涨到了十倍有没有 它没有涨到十倍啊 那么为什么终端的价格涨到这么高呢 那么大家看看这些终端市场又是被谁控制的呢 所以中国这个问题啊 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它是一个垄断资本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不是一两句话讲清楚的 你就相信 所有中国超出正常的东西啊 都是后面有人在糟怪 你就这样想就行了 没有人糟怪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以前也有灾害天气 也有这个运输紧张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的农产品价格 没有涨那么多呢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有大量的小商小贩呀 有大量的菜市场呀 对吧 现在有没有呢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没有了 而且这个批发市场 也是被那些大的巨头所掌握了吧 然后呢 这个蔬菜呢 全都进了这些超市吧 对不对 那么你要看到 这一切的后面 都有那个资本的大手在操控 在现在这个时候 这些资本啊 都想借机做坏 都想借机呢 多磕一些韭菜 我们有关蔬菜涨价这个啊 我们也不要举别的例子 我们就拿我刚才那个萝卜的那个来说 你能源涨价了 对 那么你的这个运输成本涨了十倍没有 没有涨到十倍 农民在田间地头卖萝卜 依然是那么几毛钱吗 为什么到了这个超市里头 就变成了五六块钱 对不对 这中间的差价跑哪去了 所以中国这种怪象啊 大家都要多打几个问候 那么最终 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那么这股涨价 如果再延续 我想肉价钱也会涨下来 卖肉的一看 你卖菜的都能涨那么高的价钱 我的肉难道说不能涨点价吗 对不对 结果老百姓呢 是菜也吃不上肉也吃不上 然后这个卖粮的一看 你卖富士的都涨那么多 那我卖主食的不能再涨点价吗 这一涨 你老百姓吃的这一块价格涨起来 那个生活负担就非常非常重 所以说中国这个情况 我看着非常不乐观 有关这个蔬菜涨价这个呢 我今天呢 也就这样简单聊一下吧 这个要把它讲得非常细呢 就比较难 因为他们后面的关系呢 是一层套一层 实际反而是西方的这些市场规律的啊 你很好说也很好理解 它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嘛 但是中国那种情况 那就是你要不了解中国那个情况啊 确实讲起来的 也不是那么一两句话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知道 现在这个菜价呢 也不是凭空涨起来的 后面肯定是有势力在操作 另外这两天呢 据说啊 这个拉闸限电的情况呢 有所减缓 那我认为这还是个好事情 最起码在北方这边啊 就是老百姓冬天 你没有电 那个日子确实没法过 但是现在又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啊 这个煤炭价格涨起来以后 这个老百姓过冬 这个煤炭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据说一个家庭 现在过冬的煤要花到五六千块钱 那么这个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呀 我竟然还看到一个画面上是 老百姓家里头没有煤了呢 烧那个煲米去呢 对不对 哎呀 这个真是一种荒唐的事情 所以呢 我是希望呢 政府呢 能体察到老百姓的疾苦 能弄一点人性化的政策 或者是你们啥都不要管 让这个市场自己去调节 我觉得那也是个办法 对不对 没准呢 还弄得非常好的 然后呢 就是老百姓自己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自己要啃发出声音来 那就受动了 可以到政府去取暖嘛 可以到政府去请愿嘛 也要让政府重视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老百姓也不能抱着什么问题都自己扛 对不对 逆来顺受那种思想 那么这样的话 你这个韭菜边是永远割不完的 最后呢 我就希望呀 这个中国这个物件啊 能好一点 因为这到冬天了 人出去慕生啊 挣点钱也比较难 你把生活成本搞那么高 让这个底层群众日子怎么过呢 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啊 我们生活好些了 菜价贵点 我们少吃一点嘛 那么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物价无所谓 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权贵阶层 或者是那些赵家人 这些东西多贵他还能吃得起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话 是替这个底层群众去讲的 讲出他们的心声 因为他们没有发声渠道 他们有什么不满 社会上是听不到的 他们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 所以有些让我看到中国这个状况呢 我也是心里挺难受的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